國安局局長的行蹤竟然會PO在網路上 那台灣的國家安全到底怎麼處理 今天那個林附堅那個入民事件他要負最大責任 別身抄襲你知道喔 老師要負最大責任 難道你當老師沒有看過論文嗎 以台灣大學或下一步的立場要處理 蔡是陳明通要處理 這個分兩個層面來講 第一 國安局局長的行蹤竟然會PO在網路上 那台灣的國家安全到底怎麼處理 這第一點 第二 那如果不是說泄密是真的另外有政治意圖在丟 那就另外處理 這不管哪一個都不對啦 其實陳明通我跟他也認識啦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今天那個林志堅那個入民事件他要負最大責任 坦白講喔 這個才是民進黨要去 這時候我們台灣大學自己要負最大責任 學生抄襲你知道喔 老師要負最大責任 因為學生都是你的 難道你當老師沒有看過論文嗎 這才是 我跟你講我倒覺得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為止啦 就純粹政治上處理 是說把林志堅處理掉 其實真的我們就以台灣大學或下一步的立場要處理 才是陳明通要處理 市長你怎麼看今天林志堅要付出 如果他來幫沈蕙宏戰攤 你覺得這個到底是幫了沈蕙宏還是在害沈蕙宏 啊 這個我也不怕 他一出來他就要面對人家 我也知道政治上常人是這樣 人家就開始質疑他說 你那個論文是怎麼一回事啊 你要去 你要去爭取你的清白啊 辦到哪裡啊 還有你那個 棒球場12億要不要公佈一下那個 那個預算的詳細表 加分扣分很難講啦 但是都可以預期都一上來 馬上就面對很多質疑嘛 市長再想要問一下 因為你昨天有在那個你們的節目講講說這個陳時中 他最近一直在出爆 你說就是豬隊的害的 但是你怎麼看就是說他現在他也就是有傳出 就是說他好像有打電話給這個高嘉宇 好像有點要找頒舊並公佈 這也沒有什麼特別啦 這個高嘉宇還是在港府地區的立委嘛 總是有一定的實力 他也是一樣嘛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那你怎麼看就是說因為現在 郭正亮是說他現在是要利用高嘉宇來打黃珊珊 因為黃珊珊現在看起來可以搶得到以前 還有年輕票 這一部分跟陳時中可能比較有同理 其實高嘉宇還是港府地區的立委嘛 黃珊珊也是在那個地方嘛 所以如果用這種競爭的概念來講 的確沒有錯嘛 高嘉宇是會 應該這樣說英文叫competition 在那個地區的競爭 不過這樣啦這個還是一樣啦 這個就是 我倒覺得這樣啦 人活在世界上常常是累積的 所以我說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就是說 我們也不是評斷一個人只靠今天你做的 這是你過去幾年甚至過去幾十年累積起來 是到底來評斷你這個人 那因為檢出培養他也是軍選之一被市府 花28億的買疫苗的事情 他說這邊其實有向市府提供相關的施異規劃 那就是好讓柯市府這邊 公布片面的詞 可以解決嗎 中央的公文很簡單有三件事 第一個他買了三千一百萬一起 所以他的數量也只不夠 第二個如果地方政府要買 必須要交給中央組合配 第一件就是我們不能讓台北市民優先使用 第三個我們還要自己不擔所謂的要害救濟 這個過程我們當然會去跟議會討論說 這樣的交換我們還要不要在乎 如果我們台北市民不能使用 我們怎麼對行為跟市民交代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我們這是一個公共政策 本來就是民主民可以拿出來討論 當我們得到了這樣的結果的時候 議會也認為說不需要再投資 預算刪掉是大家都不需要 不過昨天總統跟王畢生都特別發文 因為這個次世代義農到過 他們說不要把防疫跟義農的義族 作為選舉的投稅戰 議苗到過程同時 議苗本來就不一直在做正式 操作的選舉的公主 所以到底是誰在做 一時行戰操作的事情 那個北市買了黑心快篩 然後昨天講萬一就說 如果他當市長的話 一定會把那些錢討回來 他是不是在質疑你那時候 現在正在討 而且現在正在假扣牙 這家廠商他如果是黑心廠商 他就已經脫產了 我們現在用假扣牙的方式 還不見得扣得到錢 我不知道 講萬一用什麼方式去討一個空心 如果是一個黑心空殼廠商 他可能錢也討不到 所以這就是一筆 爛賬 重點是為服務 為什麼當時會核准這樣的廠商來賣 而且他還讓他合格的來讓地方政府也可以買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 但是一個中央沒有把關 那地方政府不是只有我們 是全國到各地都受到傷害 如果這個廠商沒有錢的話 我不知道他要用什麼 他要用怎麼樣去把他討回來 難道要找討價控制嗎 但是問你怎麼我剛才沒聽到 反正蘇菲今天要召開例子會 說28億的疫苗採購 是你跟市長的政治工具 28億的疫苗採購 從去年到今年到年底預算 其實在議會都經過非常嚴格的審查 也對外做過完整的報告 這個是編人預算 但是又去中央 我們昨天也希望大家能夠看一下 我們臺北市發函給中央中央的迴函 他說他買了3500萬器 他還說我們要比照 鴻海是交給中央同酬鴻沛 台北市買疫苗 當然希望給台北市民使用 如果這兩個原則不能達到的話 那台北市只能 加上中央已經說他買了3500萬劑 我們當然只能跟議會報告說 可能對台北市民沒有利益 所以我們才請議會把它刪掉 這個是為誰而打造嗎 沒有吧 如果買回來的疫苗不能用在台北市民身上 對台北市政府來說 我們當然會有很大的疑義 所以我們當然是跟議會報告 公文裡面寫得很清楚 他要求我們全部交給中央 對於市民來說 我們當然是要幫市民打官 黃布蘭卡是這樣怎麼看 因為現在連工商團體都出來講說 在擋疫苗的就是政府 那政府是不是實際上真的沒有這麼的無辜 而且政府一直行政院還有說 其實當時買疫苗都是以政府為單位 但是像實際 這些民間團體去年都買到了 那他們也不是政府 那這連市管 所以我覺得就是 這件事情已經一年多了 現在再來 再來否認 去年的狀況 我覺得實在是有點 把去年的媒體報導 全部調出來 做對照表 就知道 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有沒有黨 我再講一次 自己最清楚 那如果 你沒有黨 就說清楚 是為什麼原因 然後又說是 其他的外力的 列入 又說是我們內部有其他的問題 但這些工商界跟民間團體 他們都是碰到鬼了嗎 山林隱孟議員他是質疑 柯市長他刪除毒品防預算 然後批評他在 卸任前 建立一個 空殼的教育中心 你能看 對好奇怪 你到底要不要 台北市政府做防禦呢 你要做防禦 也批評 不做防禦 也批評 就是我們做的防禦 那到底 大家是要防禦 還是不要防禦 我覺得重點在於說 要防禦就照家實施做 山林隱孟哥想要問一下 就是林佳龍他想選台北 他連個初選的機會都沒有 然後賴清德呢 一路又被網軍 這個小英的網軍給修理 現在是不是不聽小英的話呢 不喜歡的話呢 就會被發到這個邊疆去 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 因為現在小英他認為他是一個 民選的皇帝啦 所以你所有的位置都是我的啦 那你林佳龍呢 不說你先前 他在選台中市長的時候 跟他就有借地 有嫌隙 那你現在選輸了沒有地方去啊 我還讓你當交通部長 所以你要乖乖的聽我的啊 所以基本上現在民進黨所有的 裡面的人都是這個樣子 包括蘇貞張也是選輸了嘛 然後又可以當行政院長 你想一想 侯友宜是 他是侯友宜的手下敗將啊 但是如果看行政院會議的時候 竟然他侯友宜要坐到下面 你知道這是情何以堪嘛 OK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認為說這些敗將都很好用的啊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就變成很像有功沒賞 然後打破要賠 如果今天是民選的時候呢 那當然就是你自己有意願 然後他這個選民或支持者來決定嘛 但是現在你是被封的啊 那你是戴罪之身啊 坦白講某種程度你是戴罪之身啊 那將功贖罪啊 所以呢 我要叫你去哪裡你就要去啊 這個就是你的命嘛 不然有種的話你就挑戰我 不然你就脫黨而去嘛 那民進黨向來就脫黨去的就是 自尋死路啊 OK 如果說這個蔡英文啊 現在有六度就是自己到這個新北來服 這個林佳龍 他是不是很怕這個侯友宜 他會在2024年來選這個總統 他現在齁 對於來講 目前為止他看到的 國民黨裡面的齁 應該齁就是侯友宜啦 那當然侯友宜他現在 有牽涉到朱立倫主席的這樣的關係 所以呢他嘴巴還鎖得很緊啦 不過我想他現在的 大概黨內自己的候選人要找自己敵系的以外呢 外面他現在唯一要 應該有兩個人要防啦 一個是侯友宜 一個就是KP啦 那當然他現在侯友宜他比較擔心 因為侯友宜他至少有一個根據地嘛 但是如果是民眾黨或KP的時候呢 這次黃珊珊能不能上還不知道啊 而且更何況黃珊珊他到底他的立場是怎麼樣 因為他最近他現在是用無黨籍的 不是民眾黨啦 所以應該最大的潛在競爭對手應該是侯友宜啦 OK 那想問這個高端的股票啊 他增幅高達14倍 你有看過像這樣子全世界坐上火箭上升的這個股票嗎 但是你知道我是沒有玩股票啦 只是這高端從頭到尾都是疑點重重啦 我坦白講啦 那那種大概就是 以前第一次的時候 宇昌岸就讓他全身而退嘛 那這次高端是怎麼樣呢 當然一定是很漂亮很漂亮 讓你看不出來的啦 所以莫可奈何啊 那因為我們現在監察院是自我閹割嘛 然後呢 立法院是因為民進黨是多數 也是莫可奈何啊 所以我們完全沒有任何監督的機制啊 照說其實如果有那麼多的疑點的時候 檢調單位應該也可以來辦才對啊 OK 所以檢調他如果要辦的話 可是現在就是疑似有這個高官要來打這個疫苗 但是貪污為什麼就是不法辦 OK 這裡就是一個很奇怪 當然他 他們現在可以講說 像目前為止高端那些東西 是不是有 你知道從頭包括我們進口等等那些東西 到底誰是實質的獲利等等這些東西 那是不是有官員涉入等等東西 圖利也好這些東西 不是那麼清楚啦 但是我們其實坦白講啦 檢調其實也蠻可憐的啊 也就是說他們有一些如果比較有良心的 大概就會等說大選選後那他們也許就會大張旗鼓啦 那你現在如果動的時候可能就會被打壓或甚至殲滅啊 所以現在檢調就是可能有來自蔡英文的壓力 喔 是不是來自蔡英文的壓力我不知道啦 但是他們至少說其實鼻子都很靈的啦 你現在有動的時候呢 是不是會被發揮 邊疆去啦 金門馬祖或澎湖區啊 或者到後山區啊 所以大家也就知道說啊 你現在動大概是沒什麼用啦 OK 那另外就是有政大學生又哭手那個陳時中偷軌那一個 他把他貼在那個廁所 那這樣你覺得陳時中他要不要報警 因為他比較上一次的那個二創 他不是說歡迎你一個創 我跟你講喔 在西方國家 日本我不敢說 中國我不敢說啦 那在西方民主國家裡面 政治人物被漫畫哭手等等這些東西 這個 層出不窮啦 所以那你大概也是一笑之之嘛 所謂他真的就牽涉到誹謗啦 誹謗這個部分是法律可以的 那他如果就是要嘲諷你啊 本來就是這樣 你如果沒有這樣子的度量的時候 那你一天到晚就跟百姓啊 跟小朋友在那邊吵啊 那他還要做什麼領導者呢 OK 好辛苦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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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